差不多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第一個就是說各位可以找到 在你們的裝 就是說我們的 介面的設計 基本上就是會在 RES這個裡面的那個Layout Layout裡面你去找到這個檔案 這個是介面部分 如果說你的Source要撰寫的話 記得以後就找哪裡 MainActivity.java 所以加上我們Source撰寫就在這裡 然後我們的View的話就在這裡 主要是這兩個啦 其他的話暫時你如果 還不知道沒有關係 因為它很多結構 沒有關係 然後我們把這個Source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 有哪一些比較重要的 我們來說明一下 首先的話 這個地方上一次上課的時候有講過 這裡第一個要宣告 宣告的位置特別注意 我通常會宣告在這個位置 為什麼因為它底下如果我說這個Activity 記得是在 因為它這個Activity 叫MainActivity 它是一個類別 它是Essence Activity 所以Activity 所有的 包括它的一些方法 我必須要去繼承 那裡面的話有哪些重點 最重要是Uncreate Activity裡面最重要的生命周期 第一個就是Uncreate 那什麼叫Activity 如果說你暫時不知道 一個很簡單的圖 你可以把游標放在這個Activity上面 其實在Eclipse的開發環境 很棒的一點就是 它的所有的 說明檔都在上面 你只要油不要放上去之後的話 再 移到中間 再把它展開來 其實裡面就有很多說明 什麼叫Activity 如果有興趣的話 同學可以先看過 那比較重要是這個 它有一個什麼呢 有個圖對不對 其實這個圖 裡面講得很清楚 Activity Launch 它被執行之後的話 它會做什麼事呢 第一個它會先去把 Uncreate 先執行 這個方法 Uncreate的方法 先執行 也就是說呢 一個App 它的生命周期 這個App 第一個喔 你被run 起來之後 它第一個會去執行 Uncreate 所以 Uncreate的方法是必要的 那其他的這些方法 不見得有 所以目前看到最重要是 Uncreate 那後面這些生命周期 要怎麼去實作 這個後面我想 我們陸陸續下來講好了 不然的話 各位一下子看太多 負擔很大 那基本上它一定什麼 Tray Uncreate Unstart Unresume 對不對 然後它就run 所以就run起來了嘛 對不對 然後它如果說你按 像你的手機不是 按那個 Back鍵有沒有 Back鍵的時候它會怎麼樣呢 它Unpause Unstart 然後呢 它就怎麼樣呢 就在背後 在背後執行 先停掉 等到你如果按 Home鍵或者按不是有一個那個 可以切回來的那個鍵有沒有 然後切回來 它切回來就是 再restart 再start 所以它的生命周期大概是這樣 各位有個概念 先有個概念 那我們的run 的部分你會發現 在你的 Activity 裡面 一定會有一個 Uncreate的方法 這必要的條件 有點像是 你們在寫 任何的語言 都有個man man不是有個入口嗎 一定就是從那邊入口 就對了 OK 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 Uncreate的做什麼事情 Uncreate的裡面最重要 就是說它有一個 SetContainView SetContainView SetContainView這個方法 它會先怎麼樣呢 就是去把 有沒有 r.layout 有沒有發現 r這個r 實際上指的就是 resource的一個 類別檔 它 就是登記所有 你在 畫面上面的 所有一切 元件 登記在大r裡面 所以你會發現 大r其實指的就是什麼 這個resource 裡面的話 我不是 應該是 更正一下 應該是這個 這裡面 它會怎麼樣呢 就是 當這etivity run 起來的時候 會先把這個etivity 把它叫起來 所以你會發現 為什麼畫面會跳出來 的原因在哪裡 因為 etivity執行 然後會去執行 uncreate 就把它執行起來 所以這個 這個流程 我想 很清楚 OK 那再來的話 你有layout之後 才能夠 把你的元件 放上去 如果你沒有元件 所以有的人常常把 怎麼了 把這幾行程式 有沒有 寫在uncreate的上面 完蛋了 你的layout都沒出來 你怎麼放那些東西 所以就一定跳掉 OK 所以特別重要 放的位置一定是 set content view 然後把那個叫出來 那我們基本流程 大概跟上個禮拜一樣 第一步就怎麼樣 宣告物件 那宣告物件的主要目的 就是說因為你要實體化 你如果沒有物件的話 其實物件簡單講 擺一點就是在 記憶體配置一個空間 存放 我們要存放的那個 比如說元件 元件你要run 你至少要實體化 元件 將來run run在哪裡 run在記憶體 記憶體沒有配置給它 你怎麼run 所以 所以宣告 這幾個 包含就是說 我們有四個 所以一個testview 對不對 所以名稱的話 也叫testshow OK 然後呢 三個button 特別注意 有些書是 三行 不過我覺得簡單一點 中間加多點 這三個都是button 如果說你在 輸入之後的話 假如說 會出現這個有沒有 常常會出現 所以 游標放上去 把它input進來就好了 游標放上去 input就可以了 你會發現它就幫你input 實際上這個button指的是 Enjoy的 VG的button 實際上寫法是 Java的寫法 可是 元件是使用Enjoy的元件 所以這個Google的Enjoy很厲害 它實際上就是怎麼樣 反正我就是在Java的基礎上 因為Java已經很穩定 出來非常久了 很穩定的一個語言 對不對 我覺得怎麼樣 在你的肩膀上面 再架上我的東西 所以 站在巨人肩膀上面 真的是 會非常的方便 所以為什麼那個Enjoy會這麼的快速 甚至它 比iPhone晚 晚出 應該是比較 差不多時間出現 可是它的爆發力 應該已經超過iPhone很多了 為什麼 因為 它利用Java的基礎語言 然後架上自己的什麼 架上Enjoy的相關的VG上去 包括這些 OK 那這裡的話 我們就是 宣告 物件之後 再來做什麼 連結 因為會有四個 四個元件 在畫面上面 我們剛剛有四個畫面 畫面上有四個東西 要把它連結過來 那連結過來方法 馬上有講過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畫面上市 Text View 你就 強制轉型 這邊一定要寫 然後後面的話 你就怎樣 打一個List 其實這個List 打不打都沒關係 有些書裡面是沒有打List 不過 打個List 好處是什麼 因為你點下去之後 有沒有 你就會自動 跑出 FineView by ID 因為我比較懶 有時候 怕會打錯字 而且FineView by ID 你的大小寫 還不能打錯 Java是有區分大小寫 所以大小寫打錯也不行 點兩下之後的話 它會跟你要一個ID 那這個ID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是大R 那所謂大R是 我剛剛講 它就是 放在Channel裡面的 這邊有個 有沒有這個裡面有一個 叫大R的登錄檔 這個登錄檔做什麼呢 就是把Resource裡面所有的 這些東西登記在大R裡面 做成什麼呢 做成一個編號 而且是16境位的一個整數 那將來的話可以透過什麼 透過大R去取得 畫面上那個元件 所以我們用 R點 ID 畫面上有沒有 然後按個Enter 用點的 你就可以去找到 如果你點下去之後發現 奇怪什麼沒有出現我要選的那一個ID的話 那大部分原因都是什麼 你這個 有沒有 做好了修改 之後沒有存檔 就不會出現 如果你存檔好也沒有問題的話 那你會一定會沒有 就是這個地方就出現 那我們 就是 1宣告物件 再連結 再來就做什麼 123 3的話事件 那因為有 我要做幾個事件呢 按鈕上面有沒有 分別有一個 按下去之後在上面顯示 一個按下去在上面顯示 所以呢這個事件要怎麼建立呢 其實就建 怎麼 有三個按鈕 所以建 三個事件就好了 當然有些書會寫共用事件 不過我覺得共用事件好像沒比較簡單 所以我們乾脆把事件分開來寫就好了 那怎麼寫呢 這個也是上個禮拜講的 這邊已經寫好了 就是我上禮拜講的 第一個 在button 那個0的上面點下去的時候 那我要做什麼事呢 你說打一個 B00點下去之後嘛 要建立一個 SET SET 什麼呢 SET UNCLICK LISTENER 那SET UNCLICK LISTENER 實際上就是在上面建一個LISTENER 就是 偵測一下 User有沒有用手點下去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就按一個 選他按Enter 有沒有 他會跟你要一個什麼LISTENER 那你就new一個什麼呢 這個我想簡單的規則就是 在哪裡建LISTENER 在button上面 所以你就打一個 button 點 點 點下去把SET後面這一串 摳過來 我想這個流程大概都差不多 建LISTEN的這個方法 應該算是比較簡單的啦 然後呢 我就 一個小瓜糊 一個大瓜糊 再後瓜糊加一個分號 這個我想各位 盡量就把它 把它當成是一個規則記下來 OK 這邊打錯了 OK 好 這個時候你又不要放上去的話 因為有大瓜糊 可是你卻沒有實作 沒有實作的方法對不對 因為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抽象的 類別 這個LISTENER是一個抽象類別 如果你繼承了 這個LISTENER 你就要實作 哪一個呢 實作UNCLICK的方法 這個是Java 物件導向觀念的基本 OK 那你繼承它對不對 你有大瓜糊 可是你沒有實作 怎麼辦呢 以後不要放上去 新增未實作的方法 這個部分跟上個禮拜一模一樣 有沒有 所以以後 建 LISTENER 無論是Button 無論是checkbox 無論是其他元件 方法都一模一樣 都一模一樣 所以請各位 務必要把這個記熟 就是 setunclickLISTENER New一個什麼呢 Button上面的unclickLISTENER 這個是 這種方式叫做 匿名物件 匿名物件的做法 不過我想 暫時你 如果說不想知道那麼多 你就先把這個稍微記一下 然後新增未實作的方法 做什麼呢 它會自動幫我實作unclick 這個方法 OK 那當我 點擊那個按鈕之後 我要做什麼 我的需求 就是 點了它 把上面這一個 加上0 OK 那我要怎麼點它 上面加上0呢 第一個我要先知道 這個 這個東西叫什麼 Test Show裡面 原來 的文字是什麼 我先把它存起來 然後再加上一個什麼 加上一個0 好 這個動作怎麼做呢 其實非常簡單 第一個 我先把它取出來 把裡面的TextView先取出來 所以這一行 我先拖籃一下 就是 我先建一個什麼 這個是Java寫法 基本上就是 我在這上面 先建一個String的 這個變數 這個變數的話 它要做什麼事呢 就是把Test Show 有沒有Test Show 就上面那幾個字 也許你現在不只是電話號碼 也許你打個0 現在再抓回來 再加個1 再加個2等等 那你要怎麼把它抓回來呢 在Java裡面有很多的GET GET 指的就是取得 GET Test 然後呢 後面記得 一定要把它 TotString 因為如果你沒有 TotString的話 它不會變成自竄 不會變自竄 不會變自竄形式 所以這地方 要把它TotString 然後呢 就把裡面的 字先放在String裡面 最後要輸出的時候呢 再把它加一個0 加一個0 就可以了 其他1 也是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做好一個按鈕的事件之後的話 那2怎麼做呢 1跟2很簡單嘛 你就是把 把這個上面這地方 複製之後貼上來 把這個改一下 然後這個改一下 其他要不要改 不用改 2也是一樣 把這個改一下 把這個改一下 最後做完之後的話 你就把它Safe Safe之後的話 我們來RUN一下 給各位看 基本上你RUN完 做好之後 上面沒有 紅色的叉叉 也沒有紅色的 那個那個那個 虛擬 那個波浪狀的形狀 你就可以知道 在專案上右鍵 執行為 Enjoy application 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幫你compile 有沒有 compile到哪裡去 基本上 他一定會放在這個bin裡面 bin裡面的話 會有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什麼 APK 就這個 所以 將來 如果說 你要 直接放在手機上RUN的話 很簡單 你就把這個APK 傳到你的 那個 手機裡面 然後呢 再把它執行 他就幫你setup起來 你手機就可以看到 一模一樣的東西 這個是手動傳過去的 或者是說你USB插上去 也可以傳到手機上 也可以RUN 那我們 建了這個APK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就大概這樣 點了0 這邊就有0 點了1 上面就有1 點了2 有沒有 那需求就這樣子 所以 請各位大概把這個做出來 不過 你會發現還一直點 它就一直出現 沒有清除的 所以沒有back鍵 沒有辦法怎麼樣 回頭啦 所以你這邊 也可以做什麼 一個清除 如果清除需要 把它 倒車回去的話 你可以再做一個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你上個禮拜 Holo World做得出來 我想這禮拜這個 應該也是差不多的 就是反正三個 那你會發現那個App 寫App的流程 大概就是這樣子 1 2 3 就OK了 然後 APK 如果說你不要發佈成 在Google Play的話 你就把APK 怎麼樣 其實我之前也有 交同學 你就放在雲端硬碟上面 然後做個QR Code 讓人家去download 也可以裝在手機上面 很快一下就裝了 你不一定要發佈到 Google Play啦 你就把它發佈到什麼 發佈到那個 你的雲端硬碟 好 這個等一下可以順便講一下 如果你發佈出去 你今天做的東西 就已經在雲端了 可不可以馬上安裝了 可以馬上安裝 馬上可以在手機上可以看到 這個 這個興奮的指數 應該比較高一點 因為我常常就請同學 一定務必要 在你手機看到 才算數 如果你手機上看不到的話 那感覺好像有 有錯跟沒錯 好像沒有差太多 那你就會很興奮的 一直去update 一直update 最後的話 你可以把你的 APP 很快的給別人使用 那別人有使用經驗 你就回饋給你 然後呢 你就可以把你的APP 越做越好 最後呢 等到ready了 你就可以把它發佈到 Google Play上去 其實說真的 你要產生 產生APP就會越來越快了 所以你畢業之前 假如說多做一些APP的話 這個 將來你們的前景真的是 一片 一片光明 現在真的很缺 這方面人才 不是缺 沒有經驗的 是缺有經驗的 現在是非常缺 有經驗的 所以你要怎麼樣讓自己 變有經驗 所以現在為什麼 薪水差那麼多 就是因為有經驗 跟沒經驗 你的待遇就是差 十萬八千里 沒有 我最主要